妹妹來看一下好玩的油畫 一陣子就在行喉柴火中頭前排氣檔 可惡叫賣來勤人家 第三個中三年愛學生等如天 因為家境清涵 所以在社會的愛媳婦主義後 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來賺學費 我跟我奶奶現在住在這裡 然後爸爸在台中 阿媽現在是沒有工作了 對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你這次是怎麼會想出來賣 因為要籌策巡廢 然後有像里長 然後里長跟我說這個方法可以幫我 還蠻值得 因為是用自己的力量賺來的 第三個中學生等如天 平常就跟自己的阿媽住在第三上衣為民 只靠到父親做工作的薪水來過日子 他們住在台中人數的幫忙之下 實際就先進行人數的愛媳婦主 我們開始就是找朋友 有一些資源來協助 所以有朋友提供了 有一些彩繪的工具 跟彩繪的畫圖板 希望藉由這些物資呢 然後藉賣幫助這位小朋友 籌出他三年的學費 然後也讓小朋友知道說 很多事情只要我們願意做 就會有一個好的成果 雖然只是一個稍等 但是在第三天生興金量頭前 在這個時間來就欠賣成新遊客 增加你的一份力量 因為那個要幫姐姐償學費 所以買一幅貨 可以協助他們 這樣子大家心情就是 與有同言可以協助他這樣 讀書很重要 所以 所以 對 就幫助他們買一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不容易的 還蠻辛苦的 這麼小就得自己出來籌學費 然後還是希望相關的政府單位 如果有辦法的話 還是可以補助一下 考慮自己的相處來討價 讓學生實際了解 賺錢的新客 這就是先行人數 無關的主要原因 第三個中學生 彈如廷 也將會在每個星期日 來換賣DIYUV 所以民眾如果是有來第三 就不能忘記給他一點鼓勵 記者王主主 藏寶都